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新闻 我是许端一 但你关心淡水被害案 还有新北市的重要消息 日前万里区各里长反映 有许多河流西岸 都有被掏空冲刷的情形 相当严重 因此今天上午 新北市议员廖正良 与市府水利局人员 一同来到了万里区的马树西畔 进行护岸工程的初步会刊 希望将有安全疑虑的掏空情况 进行改善 今天上午 新北市议员廖正良与市府水利局人员 一同来到了万里区的马树西畔 进行护岸工程初步的会刊 而市议员表示 日前经过万里区各里长的反映 在许多河流西岸 都有被冲刷掏空的情形相当严重 包括了眼前的马树西岸下方 未来将会编列经费来进行护岸整治工程 底下有掏空的情形 那今天我们的里长的反映 我们的气候搜的反映 那我们请水利局到现场的会刊 那就认为这个是有必要尽速改善 让这个马树西这个人群步道的地方 没有这个掏空的情形 加持有乡亲到这边来散步的时候 才会有发生危险的情形 今天一整个上午市议员廖正良与市府水利局人员 不仅是到了马树西 包括了万里区的圆潭西畔 以及金山区的金包里西 总共有四个地点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勘察 将有安全一律的掏空情形进行改善 那其实检查之后 其实发现有些是往河川的 有些有掏空 包含忽然掏空 固承用掏空 步道损坏等等 那这边也是在议员的那个要求之下 那议员这边也是建议我们为了整个 民众实际才能安全 然后请我们尽快来做一些 互案的修复跟修补工程 那今天会康完之后 我们这边的话会开始研议 做一些相关入案半年的工作 地方反映西岸掏空 不只是会影响周遭民众的活动安全 还有可能造成土地严重流失 而水利局也表示 在今年将会规划这几处的互案工程 将掏空情形 重新施作互案提防 保障民众安全 记得许段一 万里采访报道